陳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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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方得分 紅方是紅方得4分 紅方厚重的黃明翰得了4分 在一開賽不到30秒的時間 先搶得了4分 這一摔沒有奏效 這個真的是全身的運動 包括手腕的力量都要練 全身 真的是全身 因為一開始接觸就是手 藍色得2分 對 藍方這邊也有2分進來 紅色1分 紅方把藍方推出了界外 得到了1分 5比2 第一回合 已經走了一半的時間了 第一回合剩下52秒要結束 5比2 3分的差距 現在在交錯的狀況 隨先發動攻勢 再往下一抓 往後一閃 閃過了 對方針對下盤的攻擊 那你一定一旦呢 這邊沒有抓到 就是要馬上再回復到原來的姿勢 對 這個Follow的後續的動作也非常的關鍵 通常好選手 他第一波攻擊沒有成功 然後會有第2波 第3波 嗯哼哼哼哼 第一回合剩下12秒的時間 現在紅方贏分數 所以時間快到 也不會積極主動攻擊 好好 對 然後體力流到第2回合 也是 剩下2秒 好 第一回合 2分鐘結束 是紅方 厚重高中的黃明翰 5比2 3分的領先 不過我剛剛有在想到一個問題 要請教 景文科大的林教練 就是 我們在 前面的比賽有看到那個 一直 滾橋式對不對 一直滾一直滾 連滾了5次 就得到10分就獲勝嘛 對 那我這邊想要問的就是 你只能夠順著 比如說順時針滾嗎 你可不可以一下子 左邊一下右邊 都可以 你只要取得控制圈 只要讓他雙肩是有 著到地 這樣可以做 就是2分 進入危險狀態 會會 趴姿 然後再進入危險段 會會趴姿 就是2分 2分的動作 是 所以不一定要同一個方向 就是不一定要連續 所以你有可能 往左邊往右邊 可以往後都可以 像鑑魚一樣 兩面翻都可以 所以其實被壓制的那個人 因為我剛剛在想的是 那被壓制的也 因為你要 比如說壓制人的 想要往右邊滾 那如果他知道 他就會往左邊掙扎 對 他們就抗衡 可是你現在兩邊都可以的話 他反而不知道要往哪邊 對不對 所以下面他的防守要 左右要調整 重心調整 了解 因為你是 然後撐個5秒6秒 沒有動作 喔 那我們了解了 真的不是說被壓制就是贏 你只能夠任人宰割 也不是 就是用力量 重心跟力量去抗衡 然後繞的時候 你把重心跟他反方向位 位移 對對對 可以側邊 側邊一個角度 現在這場金牌戰 第二回合 雙方都 這邊是藍方 稍微得了1分 剛剛推出界外而已 不過現在還是2分差而已 2分差 剩下一分10秒 這場金牌戰就要結束 其實角力進行到第二回合 其實體力已經用掉差不多了 真的喔 雖然短短的2分 但是已經真的都是金牌 金牌力卷了 沒錯 這種是高張力的 而且是肉搏 肉搏戰喔 這種白熱化的一個基戰 所以現在 誰能夠用意志力 撐過再發動一波 有效的攻勢 強調是得要有效的攻勢喔 剩下40秒而已啊 藍方現在還是處於落後2分的狀況 因為到第二回合大家體力不好了 你攻擊也容易失敗 啊對啊 所以不太敢攻擊 喔 裁判也覺得 兩個人交錯太久了都沒有攻勢 欸 吹了一下警告 剩下20秒 剩下20秒的時間 藍方的陳瑞斌 陳瑞斌這邊在地上 這一波擋下來大概就定輸贏了 剩下5秒 要推出去 喔 得了1分 得1分 問題還是贏分啊 對 現在5比4 只剩下3秒啦 3.5秒 3.5秒 1分差 時間到了 5比4 最後 紅方 台中市後中高中的黃明翰 拿下了高男主自由市第4級 70公斤的金牌 1分數 2分 2分 4分 1分 2分 3分 谢谢大家